這是很明顯的政府要求 在申請重建的時間 我告訴你 你們必須保持和孩社區 於是24日會議正收到鄉事會的投訴 然後30日開董事會 當日將所有管理層的同事備職 然後董事會的專責小組的報告還未有 會長和部份的董事決定解僱我們這兩位同事 所以當時不是說警告信 是解僱 及後董事會的管理層覺得這個決定是有問題的 對同事是不公道的 所以現在的處理 應該是好一點的處理 發出一個警告信 以及即時調職 所以我們2月2日收到警告信 然後2月3日就要調去第二個單位 即是沒有大老闆出聲 壓下來 沒錯 你們那些董事會就歸縮 然後就說 不好了 炒了它 你的管理層就說 喂 這樣啊 即是重慶發落 即是好了 不至於炒 即是已經好像幫你擋了一棍 沒錯 如果你說它沒有壓力 這個調職就不會離得那麼闖絕 怎樣闖絕呢 就是2月2日通知我們 2月3日就要我們去新的單位 我想作為一個專業 一天通知 一天通知 我5時見它 第2日8時9時又要去新的單位 是 如果不是那麼大壓力 那個調動呢 就是一天通知 我調去的單位是沒有空缺的 即是坐在不知道做什麼 作為一個負責的專業團體 是應該對服務區有一個交代 我們在做工作是怎樣呢 我們的交代工作是怎樣呢 第四就是沒有人申請進來這個團隊 補充這兩個工作崗位 以至到四個月 原本有三個社工 只剩下一個社工處手 那區裡面的服務 怎麼去維持呢 對於當地居民來說很不負責任 即是我們做社工這行 有個完結的過程 我們不可以說走就走 這個跟當地居民的關係 工作的交代 跟手來跟進的接任 這些事是一定要有個好好的安排 即是它去到的地步似乎就是 即是簡直的壓力大到 不立刻調理就好像會塌樓 沒有錯 非理性去到一個階段 我可以這樣形容它 所以 調了你去西環 即是直接去西環跟他做事 是的 所以那個調動 事後 呂青年會在一些新聞公布裏面就說 這個是正常的調動 人事調動 第二就是這個調動是因為一個人力的培訓 我是他重點培訓的一個對象 明白 我覺得這個說法就相當之荒謬 好了 即是在這個文件上面 都有很多犯駁的地方 即是在立法會的個案匯報那裡 即是你都將這件事拿上立法會申訴部 他又說到這個其中在第八段的文件就說 這個民政署和大澳辦事署 即是你們的工作關係就沒有問題 雙方盡力合作為居民解決問題 包括甚麼工作 所以大家的合作無間 並不存在雙方關係破裂的情況 即是有錯狀 專員就說呂青年會屈她 要不就理解錯了她的說話 但很明顯 在警告信裡面 連續幾封不是一封的 連續幾封有個口頭警告和撤銷警告的通知我的時候 其實這句說話是沒有收過一個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實在他們聽到的消息 第二個就是我們看到 呂青年會給我的另一個專責小組的報告 他很清楚說明 尼島民政專員也有向本會董事反映 兩人未能與地區團體融洽相處 類似發生衝突圈奔奪處 反映兩人未能對政府部門作出欣賞 未能對政府部門撥款部門作出欣賞 我現在給你錢 你都不欣賞我 還要圈奔奪主 類似發生衝突 所以局長也在同一個場合提醒機構 在社區工作必須保持和諧的社區關係 這就是很明顯的指導思想 我從事社區工作14年 我還未試過有一個 我的工作裏面有一個指導思想 指引我們要做一個政府認為的和諧社區 所以原來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和諧社區 所以我覺得第一 這個機構作出一個無理的決定 一個是一個協於權貴 出賣專業犧牲同工 換取關係 所以我就決定離開這個局 我覺得再做下去 就好像為一個助就違約的機構做事 明白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 我認為不是一個單一事件 所以我決定離開女青年會 就去立法會申訴部提出這個申訴 我們講開這個和諧社工 謝世傑就被人投訴 在大澳做得太好 鄉事會就投訴他 民政署就投訴他 於是YWC的授押就要處置他 警告他調職 投訴甚麼呢 我真的要讀給大家聽 真的太好笑了 其中一個投訴就是 沒有通知大澳鄉事委員會 有關水船泊案和送水的安排 因為這個水船泊案 好像是政府的部門 你有責任要通知大澳鄉事委員會 這些資料 沒有事先知會大澳委員會 以及來到民政署的情況下 舉行居民申訴大會和記者招待會 即是你舉行記者招待會 要問過鄉事委員會 以及要問過來到民政署 如果不可以 你質疑你們這個工作隊和居民組織 張貼讚揚海報的身份和目的 你讚揚甚麼 其實居民組織 官方自己看到食環處同事 水務局同事 鄉事委員會的委員 都做得很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打打氣 所以貼張通告 即是說這段時間大家都做得很努力很辛苦 就是這樣 即是公開讚揚各位參與的人 他們都說不喜歡 我們身份不行 你甚麼身份和目的 大澳社區公共隊在救災工作中的工作和言論過分出位 甚麼出位 怎樣出位 你身份上有政治取向的感覺 即是跟一些議員過往甚密 你跟他有甚麼關係 其實我想整個過程裏面 居民和整個工作 都是找到整個新界西區的議員 我也有去 不過議員來不來就是他們自己的事 所以議員勤力一點 可能他會出現多些 為甚麼不提我的名字 真的有點偏見 借用和出入大澳鄉市委員會辦公失事 欠缺應有的禮貌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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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貌很基本 有沒有打招呼 有打招呼 有打招呼 出入門口要打招呼 不適當使用揚聲器 即是怎樣 你不懂得按鍵 我們做揚聲器都不是要跟他申請 妨礙各政府部門和大澳鄉市委員會的協調救災工作 這個嚴重 怎樣妨礙呢 不知道 組織居民參與立法會申訴委員會的投訴 這是權利 即是立法會申訴部是錯的 他一投訴你投訴 發放不準確的信息和有唱衰大澳之嫌 指控很嚴重 怎樣不準確 你發放什麼信息 在區內通知街坊最新的情況 什麼時候有船 什麼時候有車 水船安排 這些信息是政府提供的信息 我們希望用其他方法令到全區 因為大澳也很大 所以我們就是張貼這些信息 沒錯 如果一些服務不足夠的話 你也要提出